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吴老师的汉语课堂,我们今天学习HSK五级的第五课,济南的泉水第一部分,我们先看一下生词,老师先带大家读一个两遍,悠久,悠久。 文字,文字,记载,记载,形状,形状,描写,描写,赞美,赞美,诗,诗,老百姓,老百姓,好,同学们读。 我们一起再读一遍。 悠久,悠久,文字,文字,记载,记载,形状,形状,描写,描写,赞美,赞美,诗,诗,老百姓,老百姓。 好,同学们看一下这一组生词,我们有一些生词学过啊,比如说,文字,对吗? 这些都是文字,这些都是文字,这些都是拼音,那还有什么学过的生词吗? 啊,诗,诗,对吗?那我们诗要用什么量词呢? 一什么诗,一什么诗,对了啊,一首诗,对不对? 做一首诗,写一首诗,手,诗用手。 那第一个生词悠久,它的意思就是很长的意思啊,很长的意思,一般我们说啊,历史悠久,比如我们可以说,中国的历史很悠久,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。 它是一个形容词,表示很长啊,很长的意思。 那我们看一下老百姓啊,老百姓。 上节课我们学过一个词是王,对吗? 那还有官,这些都是社会,社交称谓。 那老百姓就是我们普通人,我们不是官,不是王,那我们就是普通的老百姓。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生词是,记载啊,记载,记载的意思就是说用文字记下来,用文字啊,文字记下来。 比如我们可以说,史官把历史都记载在这本书上了。 史官啊,中国古代会有写历史的官员啊,就是每一个朝代都发生了什么事情,需要让史官把它写下来,就是记历史的官。 那史官把历史都记载在这本书上了啊,这是中国的晋朝啊,晋书,就是晋,晋朝的史官把历史都写在了这本书上。 把历史记载在了这本书上啊,这本册子记载了他曲折的一生啊,曲折的一生啊,他的一生啊,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啊,不太顺利啊,不太顺利啊,不太顺利。 在我的日记里,记载着生活中每一个幸福的片段,在我的日记里啊,日记里记载着生活中每一个幸福的片段。 嗯,记载的意思就是用文字记下来。 同学们,记住了吗?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生词是,啊,形状啊,形状啊,这些都是各种不同的形状啊,不同的形状,比如说这个是,啊,正方形啊,正方形,它的每一边啊,长度都一样啊,长度都一样啊,这个是正方形,那这个是长方形啊,长方形。 啊,长方形啊,那这个是心形啊,那这个是心形啊,心形,五角形,三角形,圆形,这里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形状,形状。 这个词很简单,同学们应该没有问题。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生词是,描写,描写,描写是什么意思呢? 描写就是用语言,文字,把人物,事件,或者环境,这些具体的东西啊,表现出来。 比如说我们看这是什么,嗯,这是风景,对不对? 那我们要描写风景,我们是不是需要先仔细地观察一下,对吗? 仔细地观察一下,看,嗯,有山,有树,有瀑布,有水。 那我们在描写景物之前需要仔细地观察,对不对? 要描写一处景物,首先必须仔细观察,就是因为描写是需要把它这些东西形象的表现出来。 所以我们在描写它以前必须要进行仔细地观察。 我们要看清楚它有什么,它是有什么东西,是什么颜色,然后它们在什么地方,要仔细地观察,然后把它详细地描写出来。 小说的开头有一段环境描写,啊,有一段环境描写。 那写一个人不但要描写他的外貌,更要着重,啊,这里是着重,这是重点。 着重描写他的语言,行为,及心理活动。 写一个人不只是要写他的外貌,你们不仅要描写老师的外貌,还要描写,啊,他的语言,他说的话,他的行为,以及他的心理活动,就是他心理想什么。 那描写景物,我们要仔细观察,那描写一个人不仅要写他的外貌,还要着重描写他的语言,行为, 和心理活动,描写。 所以描写就是比较具体的表现,啊,用文字语言,把一个人,事件,环境的具体形象,等形象具体的表现出来,啊,是具体的表现出来,啊,是具体的表现出来。 那现在请同学们,啊,在评论里面描写一下老师的外貌,好吗? 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描写一下老师的外貌。 那我们来看一下,下一个生词是赞美,啊,赞美就是,嗯,很好,啊,很好的意思,表扬,啊,表扬,比如说我们可以说赞美家乡,赞美家乡,你可以说,嗯,我的家乡,啊,风景很好,人也很好,有很多好吃的,这是你在赞美家乡。 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,赞美爱情,对不对,赞美爱情,可以说爱情会让人变得更好,爱情会让人觉得很幸福,可以赞美生活,可以赞美大自然,赞美我们的大自然,给了我们新鲜的空气,给了我们很多植物动物,嗯,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,赞美大自然。 那赞美的动词可以是什么,发出赞美,发出赞美,然后还有接受赞美,啊,接受赞美,发出和接受,发出接受。 那大大的赞美,真心的赞美,深情的赞美,热烈的赞美,诚恳的赞美,赞美是一个动词,啊,动词,所以我们前面要用这个得,对不对,大大的,嗯,真心的,真心的赞美, 因为赞美是一个动词,所以我们前面要用图也得,同学们要记住,如果用这个得就不对了,啊,这个得就不对,这个得的后面只能是名词,对不对,啊,名词性的词语。 好,我们看一下,由衷的赞美了几句,什么叫由衷的? 就是从心里真心的赞美,啊,由衷的赞美,嗯,由衷的赞美,比如说老师由衷的赞美,你们学习非常的奴隶,每天跟老师认真地学习五级,然后还回答老师的声词,那老师就觉得你们很棒,很奴隶,这是老师对你们由衷的赞美。 诗人用手中的笔,热情的赞美伟大的祖国,啊,诗人用手中的笔,写下一些文字,啊,写下一些诗歌,然后来赞美伟大的祖国。 那同学们可能会问了,老师,赞美和表扬有什么区别呢? 我们刚刚看了赞美,它是用言语诗歌来说人或事物的美好,对吗? 赞美是用言语,诗歌,啊,这些东西来表达,啊,人或者事物的美好,表达一种喜爱的感觉。 它的对象,赞美的对象可以是人,还可以是事物,比如说赞美家乡,赞美祖国,赞美生活,这些都是啊,赞美的对象。 比如说这两句话,同学们写诗作文,赞美我们的幸福生活,嗯,写诗,写文章,啊,这里的做是写的意思啊,写。 写诗作文,赞美我们的幸福生活,啊,赞美幸福生活,是表达你对这种幸福生活的喜爱。 那美丽的白杨树,我要高深的赞美你,这赞美的是一种事物啊,是一种事物。 那表达呢,表达更着重的是对好人好事啊,好人好事给予的肯定的评价。 阳就是强调公开宣扬,要让大家知道,表达的阳就是,哎,阳,就是要让大家都知道啊。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词叫扬声器啊,扬声器,扬声器对吗?扬声器就是要让老师的声音变得更大啊,让你们都听到,所以叫扬声器,会让我的声音让大家都听到,这个是扬。 那表扬也是一样,表扬就是要让所有的人啊,大家都知道对你的啊,好的评价,好的评价,他的对象一般是人或者是啊,是。 比如说,王阳最近进步很大,老师在班上表扬了他,老师在班上表扬了他,是不是大家都知道了? 老师,老师表扬他,大家都知道,全班都知道了,他的对象是一个人,对不对?表扬的对象是一个人,因为他的进步很大,所以老师给他,嗯,很棒的评价。 那小王伴是认真负责,经常受到表扬,也是啊,表扬是,表扬的是一个人和他办的事情啊,和他办的事情。 好,同学们记住了吗? 那赞美主要是说,语言诗歌来,用语言诗歌来表达一种喜爱之情,他的对象可以是人,可以是事物,比如说赞美祖国,赞美家乡,赞美生活。 那表扬是对好人好事啊,好的人,好的事物的一种肯定的评价,他是要强调公开宣扬,要让大家都知道。 好,再给同学们一分钟看一下赞美和表扬。 好,那同学们,我们来看一下下一组生词吧。 好,我们一起读一读下一组生词。 同学们读一读。 好,同学们这里面有一些生词我们也是学过的,对不对? 比如说救啊,一个老人他在外面走路的时候,突然他就倒在地上了,他生病了,他倒在地上了,他的生命有危险。 那如果你是医生,你需要怎么样?救他,对吗?救他,那如果一个人掉到水里去了,掉到河里去了,是不是也要救他?救他。 比如说这是小明啊,他掉到水里了,那他一定会说救命,救命,对吧? 所以我们要救他啊,救他,不然他就会死掉啊,不然他就会死掉。 好,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个生词啊,充满啊,充满啊,我们看一下这是一个房间啊,房间外面有太阳。 房间里是不是有阳光,到处都有阳光,对吗?那我们可以说屋里充满阳光,充满表示处处都有的意思啊,充满表示处处都有的意思。 我们看这个房间,处处都有阳光啊,充满阳光。 那充满还有一个意思是充分具有的意思,比如说我们对祖国的未来充满信心,充满信心,就是我们对祖国的未来啊,充分具有信心,充分具有信心,就是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变,祖国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啊,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好的。 那我们还可以说,学习是艰苦的,但是也充满了快乐啊,充满了快乐。 学习是艰苦的,但是到处都有快乐啊,到处都有快乐,随时都有快乐。 虽然很难,学习很难,但是也充满了快乐。 比如说同学们,你们现在学习五级的时候也是很艰苦,充满了困难啊,语法很难,词汇也很难。 但是等你们啊,学到一些有意思的故事,或者说当你们啊,能做一些练习的时候,那也是充满了快乐的,对吧? 随时都有快乐。 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,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啊,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啊,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,嗯,到处都有艰辛。 好,同学们充满这个词,可以理解了吗? 好,我们看一下下一个生词是感激啊,感激。 感激和感谢啊,可以,感激和感谢有什么不一样? 很多同学问老师,感谢呢,是我们得到别人的帮助,或者好处的时候,对他人表示感谢。 比如说,这些日子,日子打扰您呢,非常感谢啊,感谢你们给我的礼物啊。 比如说,我们是会感谢别人对我们的帮助,感谢别人送给我们的东西啊,感谢别人对我们给我们的好处。 那感激呢,是深深的感谢啊,深深的感谢,就是比感谢要更深一点啊,更真心一点,更深一点。 既有感谢又有感动啊,第一有感谢,第二还有感动啊,不只有感谢还有感动。 这种感动是,这种感激是由心而动的真心实意的感谢,就是比感激比感谢会更深一点,而且还有感动。 比如我们可以说,我感激爸爸给我的爱,第一,我是感谢爸爸给我的爱,第二,因为爸爸给我的爱,我感到很感动,对吧? 我很感动,我很感动爸爸给我的爱。 跟朋友借了五万元钱给母亲治病,要感激朋友,要感激朋友,五万块钱还是很多的,但是我的朋友愿意给我,借给我,给我的妈妈治病,那我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真心的感谢我的朋友。 也很感动,我的朋友在我困难的时候愿意借给我钱,所以我们这个词要用感激,感激啊。 感激就是比感谢更深一点,然后再有感动。 同学们明白了吗? 感激和感谢啊,感激和感谢。 好,我们看一下下一个词是怎么读。 从而啊,从前而,而且啊,从而啊,从而是什么意思呢? 从而它是一个连词,它用在两个分句之间。 那前面的一个句子表示原因或者方法,后面的一个句子表示结果和目的。 比如说,比赛前做好思想准备,可以减少运动员的压力,从而取得比赛的成功。 那前面这一个句子表示的是什么? 方法,对不对? 方法,比赛前啊,做好思想准备。 那后面就可以表示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啊,可以取得比赛的成功啊,一种目的啊,取得比赛的成功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句子,在学习过程中,及时复习,可以尽早发现和解决问题,加深理解,从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 那前面是一种方法,那后面就是可以是一种结果,对吧? 从而,因为什么样的原因,所以可以得到,从而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。 因为使用了某一种方法,从而我们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啊,实现什么样的目的。 那王阳不仅工作认真,而且很会在细节中发现机会,从而走向成功之路。 一个人的成功,他都不是偶然的,一定是有准备的啊,一定是有准备的。 只有认真的准备,只有平时不断的努力,只有不断的练习。 从而你才可以找到啊,成功,才可以得到成功。 好,同学们读一下这三个,三个句子啊。 应该很简单,没有问题啊,从而,从而。 好的,同学们,我们看一下,下一个词是产生啊,产生是一个动词啊,产生表示什么意思呢? 就是,哎,从无到有啊,比如说产生了问题啊,那你们在学习五级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的问题,对不对? 以前没有的问题啊,学习的过程中就产生了,比如说你会产生感激和感谢有什么区别的问题,对吗? 产生了问题,产生了问题。 以前没有学感激的时候,你知道感谢是什么意思,但是现在学了感激以后,你就会想,哎,感激和感谢的意思有什么区别,有什么不同? 这就是你学习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,那产生反应啊,产生反应,那你对老师的解释会产生反应,对吗? 你对老师的课堂也会产生反应,那你听说你的爸爸妈妈生病了,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? 你肯定会很难过,也很着急,想要快点去医院看他们,这就是你听到一些消息以后产生的反应,那产生还可以产生差别,产生错误,价值,感谢信心等等,可以产生很多啊,很多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,对明星产生好感,比如说你很喜欢某一个明星,那你就对他产生了好感。 对他产生了错误的看法啊,以前我觉得,以前我觉得他,我爱他的母亲,后来我才发现我对他产生了错误的看法,他其实很爱他的母亲。 我一下子对女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浓厚的兴趣就是很重的兴趣,这个词我们要记住啊,浓厚啊,浓厚。 非常强烈的兴趣啊,非常强烈的兴趣。 父母的言行,言行是什么?言是语言,行是行为,父母的言语行为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很重要的影响,对吗? 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什么意思呢? 就是孩子最开始的老师不是学校里面的老师,父母才是孩子第一个老师。 父母的言语行为都会影响孩子的成长,父母的语言行为都是一种教育,都是一种教育。 所以以后我们如果我们是父母的话,也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因为这些言行会对我们的孩子成长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。 如果你的言行比较好,那你的孩子可能就会成长得比较好,会变得比较优秀。 但如果你的行为不好,比如说你会骗别人,然后会说一些不好的话,那你的孩子就会受到这样的影响。 也许他长大以后就会去做不好的事情,那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,父母的言行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重要的影响。 好,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词是晕啊,晕,看他是不是晕了。 同学们,听老师的课有没有觉得很晕,很晕。 好,我们可以晕车,对不对? 如果坐车,坐车有些同学会晕车,坐久了,晕船,还有晕针,打针的时候就看到晕,或者抽鞋,抽鞋的时候他也会晕。 晕,有几个小孩子中暑啊,中暑是什么意思啊,不是中暑啊,是中暑,就是天气很热啊,天气很热啊,暑,我们会记得有一个词是暑假,暑假是在什么时候? 夏天的时候,中国是七到八月,那个时候就是夏天,是暑假。 好几个小孩中暑晕倒了,天气太热了,他就晕倒了啊,中暑晕倒了。 晕头转向啊,晕头转向,就是啊,我很晕,我找不到方向啊,我找不到方向。 头晕目眩,目是什么?目是眼睛的意思,对不对?目是眼睛的意思。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眼睛是不是这样写的? 眼睛啊,眼睛,眼睛,那眼睛的左边都是目啊,目是眼睛。 头晕目眩,就是啊,头也很晕,眼睛也很花啊,眼睛也很花,晕头转向。 比如说,我整个上午都晕头转向的啊,找不到在自己在哪里啊,找不到自己在哪里啊,晕头转向,头晕目眩。 那比如说,啊,小张没有吃早饭,工作了一个上午,他现在头晕目眩,他觉得头晕目眩。 小张没有吃早餐,坐在电脑前工作了一天,他突然站起来,觉得头晕目眩。 那如果我们蹲在地上啊,蹲在地上,蹲很久了,突然站起来,也会觉得头晕目眩,你会觉得天都在都在转,对吧? 这个叫头晕目眩。 好,我们看一下最后一组生词啊,今天的第一部分有三组生词啊,生词比较多。 好,我们一起读一读最后一组生词。 龙,龙,治鸟,治鸟,玉,玉,狐,狐,抢,抢,买,买,躲藏,躲藏。 好,同学们读啊,同学们读。 好,我们来一起看一下,第一个,龙我们学过,对不对? 龙,老师就不讲了啊,中国人很喜欢龙,你们喜欢龙吗? 那治鸟是什么意思? 治鸟,治鸟就是你生病了,你需要去医院接受治鸟,对吗? 接受医生的治疗。 比如说你的手受伤了,那你需要去医院接受医生的治疗啊,接受治疗。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,玉是什么啊,我们看一下玉是什么。 那这个就是玉啊,这个就是玉。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块玉啊,一块玉,一块玉。 那中国的人,中国人不管从,不管是古代的人还是现代的人都非常喜欢玉啊,玉是比较少的啊,玉是比较少的。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,玉对不对? 玉,那这个是用玉做的玉,玉做的玉,我们叫玉玉,玉玉。 同学们,你们喜欢玉? 还是喜欢玉玉? 还是都喜欢? 你们喜欢玉玉玉吗? 好,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。 抢,抢,你看,他们俩在做什么?玩具啊,玩具,他们在抢玩具,对不对? 这两个小孩在抢玩具,哎,他说这是我的玩具,然后小米说这是我的玩具,给我。 他们在怎么样?抢玩具啊,抢玩具,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被抢,被抢。 小孩从母亲手里被抢,抢走。抢是什么?母亲不愿意啊,母亲不愿意,可是他一定要拿走啊,母亲不愿意,所以被抢走。 坏人抢走了他最爱的项链啊,抢走了他最爱的项链,嗯,抢,就是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得到啊,没有经过别人的同意,然后,嗯,一定要,然后得到的,用不好的方法得到,不好的方法得到,那我们不能抢别人的东西哦。 好,我们看一下,埋,埋这个词很简单啊,埋很简单,看他怎么样,狗狗怎么样,狗狗被埋在沙子里了啊,狗狗被埋在沙子里了啊,孩子把小狗埋在沙子里啊,埋在沙子里啊,埋在沙子里,埋在沙子里。 好,躲藏,躲藏,看,这是一只小猫,它怎么样,它躲在沙子里了,对不对,它躲藏在沙子里了,嗯,小猫躲藏在沙子里。 那,我们还可以说什么,他决心啊,决心上节课学的啊,决心要把小偷啊,从躲藏处,躲藏的地方赶出来啊,他要把小偷从他躲,躲藏的地方赶出来。 还有一个词是,东躲西藏,就是这里藏一藏,那里藏一藏,到处,到处藏啊,这里藏一藏,那里,那里藏一藏。 那,我们看一下,小张做了坏事以后,每天东躲西藏,害怕被警察抓住。 那,我们不要做坏事哦,不然我们每天都会东躲西藏,嗯,不好啊,不好,这里躲一躲,那里躲一躲。 东躲西藏。 好,我们已经学完了生词,现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课文的第一部分,第一部分。 同学们先读一读吧。 好,我们一起读一读。 济南的泉水,历史悠久,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推到三千多年前,许多文人都对他的声音,颜色,形状,味道进行过描写,留下了许多赞美泉水的诗文。 而济南的老百姓,而济南的老百姓住在泉边,喝着这甜美的泉水,自然对他充满感激之情,从而也产生了许多关于泉水的美丽传说。 相传很久以前,济南城里有个善良的青年,名叫鲍泉。 济南城里有个善良的泉水的美丽传说。 把湖埋入地下藏了起来,于是就变成了今天有天下第一泉美名的暴突泉。 暴突泉。 好,同学们,老师,带你们读了一遍,同学们再读一遍,一边读一边试着理解,试着理解。 好,同学们,第一个问题。 关于济南的泉水,它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什么时候? 济南的泉水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什么时候? 嗯,三千多年前啊,对不对?三千多年前,我们看一下,可以推到三千多年前,推就是,哎,推,推,我推一下你才走啊,比如说我推你一下,你才走,推。 那我们的文字记载可以往前一直推到三千多年前啊,这是三千多年前,这是关于济南泉水最早的文字记载。 那,他都,文人对他的什么进行过描写呢?文人对泉水的什么方面都进行过描写呢? 对了啊,许多文人啊,文人就是有文化的人啊,就是诗人呀,作家呀,这些,对他的声音,颜色,形状和味道都进行过描写。 描写的怎么样?很详细,很全面,对吗?描写的很详细,很全面。 所以留下了很多赞美泉水的诗文啊,诗和文章。 那,济南的老百姓为什么对泉水充满了感激之情呢? 济南的老百姓为什么对泉水充满了感激之情呢? 嗯,因为他们住在泉边,喝着甜美的泉水啊,喝着甜美的泉水啊,如果没有水,我们就不能,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延续下去啊,我们就不能活下去。 所以我们要感谢啊,深深的感谢这些甜美的泉水,所以应该是充满感激之情啊,比感谢更深一点啊,更深一点的感谢之情。 因为济南的老百姓住在泉边,喝着甜美的泉水,所以对它产生了感激之情。 所以也就有了很多美丽的传说啊,传说就是听别人说的,然后传下来的一些说法。 比如我们可以说,以前传说天上有九个太阳,那中国有一个人啊,叫后裔,他就把太阳,因为天上有十个太阳,那太多了,会很热。 所以就有传说,有一个人他就去叫后裔啊,他就把太阳射下来了,只有一个太阳,射下了九个太阳,就没有那么热了。 这个就是一种传说啊,传说,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,只是一种传说啊。 所以,因为老百姓对它充满了感激之情,所以也就有了很多美丽的传说。 传说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,就像刚刚老师说的, 那中国以前,古代有一个传说是说,天上有十个太阳,太热了,然后有一个叫后裔的人,他就去把太阳射下来了。 嗯,射下了九个,现在只有一个。 那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事情,所以是传说。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,那有一个什么样的传说呢? 啊,抱拳,他是什么? 他的职业是什么? 他是一个医生,对不对? 他学医术,救了很多人。 那他救了一个晕倒的老人,这个老人是谁? 是龙王的哥哥啊,东海龙王的哥哥,通过这个老人的介绍,抱拳,得到了治病救人的白玉虎,白玉虎,得到白玉虎。 为了不被坏人抢走啊,为了,为了害怕坏人把这个白玉虎抢走,所以他就把这个白玉虎藏了起来,埋了,藏起来。 好,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起来是什么意思啊。 动词加起来表示从,啊,显露到隐蔽,就以前容易被别人发现,现在我把它,啊,埋起来,藏起来,就不容易被别人发现啊。 从很明显到不明显,比如我们可以说,流利知道自己做的不对,躲起来,不敢见我,躲,是一个动词,躲起来,就是以前很容易被我找到,然后他就躲起来,现在就不容易被我找到,躲起来。 那还可以说什么,妈妈把零食藏起来,不让小孩偷吃,以前的零食很容易被小孩发现, 那现在他就把它藏起来,啊,小孩就看不见了。 所以动词加起来的意思表示从很容易被发现到不被发现。 所以,在这里,他把胡藏起来,就是,胡以前很容易,因为它是一个玉胡,对不对? 而且是可以治病救人的玉胡,那肯定很多人都想要啊,很多人都想要。 所以他就把它藏起来,这样就不会被别人发现了。 所以,才有了天下第一权美名的暴徒权,那他为什么? 这就是,啊,关于天下第一权暴徒权的一个传说啊,这是一个传说。 好,同学们,看一下,这个传说你能够理解吗? 这个传说的故事你能够理解吗? 好,同学们,那请同学们再读一遍第一部分。 一边读一边再理解一下第一部分啊,比较简单。 好,同学们,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,欢迎你在评论里面告诉老师。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,也欢迎你为老师点赞,转发评论和关注。 谢谢大家,那我们下节课继续学习第五课的第二部分。 下节课见,拜拜。